那么在这个散发哲学的存在的问题上呢 首先呢 这个恩格斯呢 散发了哲学存在的特性 及其证明的问题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首先恩格斯就要说明 既然这个哲学啊 不是这个杜林所说的世界模式论的话 那就要分析这个杜林的哲学的最高存在 当他去设定这个哲学最高存在的时候 出了什么问题 他在哲学思维上出了什么问题 对存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他犯了哪些错误 这是第一个 所以他要对这个哲学存在的这样一个特性呢 做一个说明 第二个 他提出哲学存在以后 这个哲学存在靠什么来证明 靠什么来证明 他是不正知名的这个先念逻辑呢 还是说他要依赖于这个社会的发展 自然社会的这样一个发展来证明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恩格斯就特别对这个哲学的存在的特性 做了一个说明 在这个说明上呢 恩格斯从三个方面 对这个杜林的世界模式认进行了批判 一个是从思维的起源上 再一个呢 就是从认识的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 最后呢 从世界的统一性 证明这三个方面进行了认证 那么首先呢 恩格斯追问了思维的起源问题 首先从思维的起源上 杜林不是他讲的世界模式呢 是一个逻辑的思想形式吗 就是为什么要追溯这个思维的起源问题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唯物主义呢 会追问这个唯心主义 你不是说思想是第一性的吗 那么你思想从哪来的呢 是吧 唯心主义是答不出来的 是答不出来的 当然这个唯心主义也会追问唯物主义 所以你的那个物质的东西是从哪来的呢 所以这个物质的东西也是需要证明的 需要证明的 所以恩格斯作为对这个杜林思想 他的世界模式认 既然是一个逻辑的东西 是一个思想的形式的东西 那么恩格斯要证明他的这个一个 对他的哲学进行批判 最高存在进行批判 就要对这个思维作为一种起源的研究 也就是说呢 要解答思维是何以可能的 那么解答思维是何以可能的 实际上也就是解答思维和物质 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恩格斯就认为 他说这个杜林呢 把原则作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出发点 并且把原则看作是思维的形式 作为哲学的存在 他说本质上是唯心主义 因此要哲学对存在作出唯物主义这个解答 不能停留在思维的形式上 而是要从思维的形式中发现自然和社会的存在 肯定思维的形式是从自然和社会的存在中抽象出来的 并且进一步探讨原则背后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进行对思维进行这个起源探讨的时候呢 恩格斯提出了他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命题 他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 而是他的结果 而是他的最终结果 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思想 而是从他们中抽象出来的 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 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 才是正确的 才是正确的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讲的几层意思 一个他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 而是他的最终结果 那就说他作为这个杜林啊 作为这个思想形式 作为原则的东西呢 他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出发点 而应该是结果 就是说那也就是说 他不是既然他不是出发点的东西 而是结果的东西 那么就是在前面是不是还有一个东西存在 还有一个东西存在 所以实际上恩格斯就批评他 说你不能从原则出发 你的哲学不能从思想的原则的东西出发 而应该把它作为需要认证的一个结果 从这里面进一步追溯这些原则东西 好那么这是一层意思 从起源学上来讲 究竟起点是什么 那么在这个地方 马克思说的存在呢 也就是说应该是从物质出发的 而不应该是从思想出发 讲了这个意思 那么第二次意思 他说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而是从他们抽象出来的 这就有一个如何看待思想和现成的物质世界 和这个外部世界和人的这个现实的历史 人类历史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就是说你的思想是被应用到自然界和这个人类社会的 还是说这个思想的东西应该是从他们当中抽象出来的 抽象出来的 这是一个怎么样运用思想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里面呢 应该是提出来一个他和马克思的这个辩证法的一个根本 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我们在前面讲的 就是说这个他和黑格尔的这个维新辩证法是根本不同的 他是强调什么 就是说强调这个这个辩证的思维形式啊 是从对现实从不过是人们的这个物质的反应 就是说对这个辩证法的这个观念啊 不过是对人们物质发现实物质发展的一种反应而已 一种反应而已 而不是一个思想的形式运用到这个物质世界的 实际上就是讲了什么 就是说这个思维的一个讯序问题 是逻辑讯序问题 是把思想运用到去观察社会 就是说简单的去外加于一个思想 到对社会的说明呢 还是从分析社会的分析这个人类历史 分析自然现象当中去抽象出它的规律来 这就是一个研究的问题啊 是研究的问题 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 是现实世界还是思想 这是讲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研究的这样一个关系 第三个呢 就是作为这种思想形式的一个检验问题 检验问题 他说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 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 才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思想是需要通过检验的 既然它是作为结果的东西 他说它是最终的结果 既然是思想是一个结果的东西 它是不是需要检验 需要这个思想以外的东西去需要检验 所以这就有一个什么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究竟哪一个是检验的一个标准问题 哪一个是检验的标准问题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呢 哪一个是这个基础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恩和斯实际上通过这个讲原则 不是研究的出发点 而是它的结果 是讲哲学的这个基础 到底从哪儿出发 应该从哪儿讲起的问题 那么他讲的这些原则 不是被应用于这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而是他从他们抽象 讲的是一个研究的问题 就是说你的这个出发点错了 是什么 你的研究方式发生了问题 你的研究方式错了 那么最后一个呢 是讲的你作为一个结果的检验问题 到底哪一个为 谁为最终的一个根据 你的理论的根据是什么 这是他讲的这个三成一 正是因为从这样一个批判出发 所以恩和斯啊 把这个自然界和社会呢 看作是思维的内容 就是说作为思维的东西啊 他不应该是形式 而应该是内容 这个内容呢 就是强调自然界和社会 强调原则呢 不过是自然界和历史的一种思维形式 一种思维形式 是关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意识 同时呢 他以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发展 来认证 思维意识是人脑的产物 而人脑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 发展的结果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应该是啊 呃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强调了 这样一个这个呃就是说 呃意识啊 意识它是思想是怎么来的 运用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发展 说明它是人脑的产物 这个意识怎么来的 思维怎么来的 它是通过人脑 呃是人脑的一个产物 而人脑又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一个结果 呃发展结果 所以他说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那么就会发现 他们都是人脑的产物 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是在他自己所处的环境中 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这里不言而喻 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 人脑的产物 并不同于自然界的其他联系 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 而是相适应的 这就从思维的起源上 解答了自然界的物质 对于思维意识的第一性的问题 第一性的问题 所以这是恩格斯啊 呃讲的第一个 第二个呢 恩格斯对他的这个 从认识人的角度讲 前面是从这个思想的起源的角度讲 第二个呢 是从这个人们的认识的本性的角度去证明 认识本性角度去讲 也就是了 从这个思维意识和自然界之间的 认识人的矛盾关系上 去说明人的本性 就说人的本性是什么 他指出 他说人的本性呢 是要毫无一路一路的 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 他说这个 从人的认识本性来说啊 他是要认识这个 呃 所有的世界上的所有的联系 这个整个啊 呃 把这个世界体系都认识完 但是在现实上 但是在现实上 人的认识要受到具体条件的限制 所以他不能完成 他的这个所要解答的任务 他在任何的现实条件下 他既要受到他个体的 这个生命的这样一个限制 同时也要受到他所处的这个历史环境的这样一个限制 既然他要受到自身的具体环境的限制 所以人啊 不可能一次性的把这个整个的 这个所有世界的这个联系啊 全部认识完毕 那么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 这就产生了矛盾 而这样一个矛盾呢 也就是思维意识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 呃 恩格斯说正是这个矛盾决定了人类理智的进步 决定了人类理智的这个智力的进步 为什么呢 因为人要不断的去发现这个新的自然界的新的现象 要说明这个认识这个现象 要发现它的本质 所以他就不断的会发展自己的智力 要开发自己的这样一个智慧 他会推动人的这样一个智力进步 也建立了思维意识和自然界之间的这样一个历史联系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但是他永远完不成这个任务 所以在这个地方 马克思强调什么 由于人的这样一个认识的这样一个内在本性 就是说人们要去完成他的这样一个 一个 呃 对这个整个自然界的这样一个认识 而他自己又达不到 所以产生了这个内在矛盾 这个内在矛盾呢 恩格斯就强调这个内在矛盾呢 不是不是要就是说说人人类是不可知的 而是要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意识 呃 思想意识和自然界的统一啊 是相对的是历史的过程 是一个相对的历史过程 而不是杜林所说的世界模式的鲜艳性和鲜艳上学性 就是说否定他 你说你是鲜艳性的 包罗万象的 包罗万象的存在 什么都包罗进去了 好像你认识无疑了 恩格斯就反驳他 你是认识不完的 你是认识不完的 而是一种历史的相对性的认识 那就说明什么呢 杜林所说的这个世界模式论呢 实际上是他空想出来的 空想出来的 在现实当中呢 是没有根据的 是没有根据的 也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可能的 这是恩格斯的这个第二个反驳啊 也就是说 他从这个人的认识的本性 也就是认识的这个矛盾当中啊 去批判他的这个世界模式的 这样一个荒谬性 荒谬性 那么最后呢 恩格斯啊强调 就是说这个 也就是说 对这个世界的统一性 做了一个证明 那么恩格斯 提出世界 我们说这个世界模式论 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啊 都统一于最高存在 统一于最高存在 也就是世界模式啊 这个世界模式呢 最高存在啊 是把这个自然界思维 都统一起来了 统一起来了 恩 那么但是呢 所以他说 他就认为了 他说这个 杜林从存在出发呢 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 同一性 去证明任何思维 产物的现实性 现实性 恩 他说这个 但是在杜林那儿呢 存在是原则 是思想的形式 所以根据这样一个 规定出发呢 从存在出发 实际上就从思想出发 去 这个以思想去统一世界的问题 世界的问题 那么这就提出来 如何讲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恩格斯讲的第一个观点呢 就是说 如果你讲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仅仅讲存在是不够的 因为这个最高存在 你说这个自然界 人的学说 都统一于最高存在 那么恩格斯说 这个最高存在呀 它不是一个最后的概念 不是一个最后的概念 对于这个最高存在 存在我可以说 什么是存在呀 我可以说思想是存在 也可以说物质是存在 所以实际上 你讲存在的时候 存在这个概念 本身是很模糊的 是很模糊的 是不确定的 它不能解答 哲学的基本问题 究竟什么是 究竟是这个物质 还是意识 是第一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你解答不了 所以必须要讲什么呢 存在 也就是说存在呀 它是一个 有待证明的概念 有待证明的概念 你真正要讲世界 要回答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首先你就要讲 这个存在是什么 是物质性的 还是思想性的 所以呢 在这个问题上 既然这个存在 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是一个需要进一步 证明的概念 那么它的提法 应该明确的提出 物质的统一性 这个概念 提出物质的统一性概念 因为以物质的统一性 来代替最高存在 是对最高 对哲学的存在问题的 一种唯物主义的解答 唯物主义的解答 也就是要说明 存在的物质性的规定性 存在物质性的规定性 正是因为有了 这个存在的物质性的规定性 然后呢 再强调 存在了 这个世界的统一性 是有差别的 是多样性的统一 多样性的统一 强调这个自然界的统一呢 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这样呢 恩克斯啊 就在这个地方呢 就对世界的统一性问题呢 做了三层说明 首先呢 他强调 世界的统一性 应该明确地提出来 是物质的统一性 而不能用最高存在这个概念 不能用最高存在这个概念 为什么不能用最高存在呢 因为最高存在是一个 需要进一步证明的概念 它不能解答哲学的基本问题 没有明确地说明 作为哲学的存在究竟是什么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 所以第一个问题呢 恩克斯强调的就是说 一定要说明确地提出来 世界的统一性 在于它的物质性 在于它的物质性 第二个问题呢 就强调 世界的这个统一性呢 是有差别的 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 是一种多样性统一 如果不是多样性 如果没有差别 怎么会要统一呢 怎么会去统一呢 如果它本来就是统一的 就不用说统一了 是吧 就是因为世界是有差别的 所以才强调统一的问题 那么最后它强调了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证明 是一个过程 它会随着哲学和自然科学的 持续发展而不得 不断得到新的证明 所以这个恩克斯就说 他说这种物质性 不是由莫熟师的三两句话 所证明的 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 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 所证明的 这个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人们对这个物质统一性的证明 就科学的层次上来说 它是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恩克斯是用了什么 辩证的思维方式 就是说整个的 它是一个唯物主义的 但是它是一个辩证的思维方式 不管是对这个物质统一性的证明也好 还是对人的本性的说明也好 就是说人的本性有限和无限的 这样一个关系的说明 还是对这个世界存在的说明也好 我们看看恩克斯是不是刚好用了 他的辩证思维方式 否定了杜宁的 行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所以这样一个 他对杜宁的这个理论的博士 他不仅仅是从概念到概念的一个分析 而是运用了什么 运用了对这个辩证法 对这个存在这个本性的这样一个分析 存在本性的这样一个辩识 来反驳了这个杜宁的观点 反驳了杜宁的观点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 这样一个就是说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就是他对这个存在形式的这样一个认证 第二个问题 就是恩克斯对物质存在的形式和存在方式的说明 在这个物质存在的形式和这个存在方式上 我们首先讲一下这个恩克斯对时间和空间关系的说明 实际上他在这个存在的形式和存在方式 就是讲的物质和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然后世界的物质性和运动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分两个问题 首先讲一下这个时间和空间这个概念 也就是讲时间和空间和物质存在的关系 在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 恩克斯有一个就是说他有一个基本的 也就是说他的基本的命题吧 基本的命题 他就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 就是关于时间和空间概念呢 他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 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 是非常荒诞的事情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提出来 恩克斯提出一个命题是什么 就是说所有的存在 它的基本形式都是时间和空间 那么怎么理解时间和空间 与物质存在的真实联系呢 就是说如何理解这个时间和空间 是物质存在的真实联系 是仅仅用一个命题来说呢 还是在一个动态的辩证的思维过程当中来说明 动态的和辩证的思维来说明 恩克斯认为呢 要发现要说明这个时间和空间 与物质关系的这样一个思维 这样一个连结啊 就必须要辩证的理解无限性这个概念 辩证的理解无限性这个概念 就说无限性呢 就说那么什么是无限性 什么是无限性 恩克斯认为呢 对于这个无限性这个概念呢 能不能可以做两种理解 两种理解 一种呢是仅仅把无限性看作是人的 无矛盾的思维形式 是无矛盾的思维形式 那就说就是讲的这个没有任何矛盾 无限就是无限 无限就是无限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强调了这个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 无限和有限的关系 就是说无限是由无数个有限构成的 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物质性存在 那么这就有了一个问题 那就说你要说明这个物质 客观的物质性时间空间是物质的这个存在的基本形式 就是说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 那你就要说明有限 什么是无限 什么是无限的这个关系 他就认为了他说杜林呢在可以说是在这个 呃人的无限的思维形式上来理解无限性 就说无限性呢是一种思维形式 它是暴露万象的嘛 所以它是无限的 所以这个来理解 那么恩格斯认为这样一种理解啊 他就否定了世界存在的物质性 而恩格斯呢是从后一种方面来理解无限性的 就是说恩格斯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 因为他在讲存在的时候 我们看到杜林在讲存在的时候是什么 存在所谓存在是包罗万象的 是包罗万象的 恩格斯说这是一个同意反复 存在就是这个存在是包罗万象的 那就等于说什么 存在就是存在 他包罗万象呢他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什么不存在呢 所以他说这个本身呢 他就说这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同意反复 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恩格斯要强调的这种无限是什么 他强调啊 物质世界是一般和个别的统一 物质世界是一般和个别的统一 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 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 是一个人是一般的 是一个人是一般的 就是有一种 一个人是一般的 新的適用 也就是一般一个人是一般的 是一般的 还是一般的 能够设置一样的